根據這個桃園法院的新聞稿指出 鄭文燦在106年的9月收賄500萬 那我去查了他的財產申報 他在105年12月27日的時候 申報的存款是753萬 那他在106年11月1號的時候 他申報的存款變成974萬 這個數字非常明顯 跟500萬是對不上的 那很明顯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監察院 特地向監察院檢舉這件事情 我認為一個政治人物 誠實的財產申報是基本中的基本 若是連財產申報這件事都做不好 呼嚨老百姓 那就等著接受制裁吧 財產申報是這個政府陽光法案的一環 就是藉由這個受理機關審核 還有就是放到網路上 讓公眾可以查閱的機制 要達到端正選風的目的 但是鄭文燦連這個東西都隨便亂寫 那是糊弄老百姓 那就只好在這個 出了這個事情後 我們就藉由賴清德送我的箭 那開鄭文燦這一槍